黃主!黃主!黃主!黃主 misschien!黃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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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! 黃主 policazed! 이후會殺alom 老公好帅 好帅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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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保准备的一切都喜欢 那 我今年在我的 今年在年初的时候 我发了我今年 第 六张专 好帅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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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今年年初 刚发了我第一张专辑 那里面 大家有听 没有 没有 以前这样专辑写了很多关于 生活这样一个题材 然后 有很多 比较 生活化的歌曲 比如说刚刚有一首《飞行模式》 还有他们的歌词 其实讲了很多关于 上班社畜的 工作上的一些 状态 对 然后呢 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比较生活的歌曲 比如《小飞行模式》 《飞行模式》 《飞行模式》 那 那这里有一些 比较 就是 现实题材 玩完之后 会有一些 比较 讲了一些 比较 内心的一些 因为 一些压力而 产生的一些状态 可能那些状态 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可能 在生活里面 有一些人会 因为工作上的压力 或者是家里的一些压力 然后会容易 焦虑 那 可能 运气好一点的人呢 会 有身边的福利 有的关心 那 即使关心到最后 真正能够解决自己 内心难题 和 救自己的人 可能是 你自己 所以 我就写了 这样的 一首歌曲 在第四章的时候 有写一首歌叫做 《好想爱这个世界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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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时写的时候 其实是 大家知道是写给 《关于抑郁症》的群体 这样的一首歌 那 也是希望 写的没有那么的灰暗 会 有一些温暖的东西在里面 也是希望 有这种相同处境的人 能够 听完《好想爱这个世界》 这首歌 可以 一点一点走出来 同样 如果 内心 状态 没有这些问题 也希望 他们在听完这首歌 可以 关注到身边有 这样的 一些朋友 会有这一类 类似的问题 那我第五章章集 也写了一首 跟他相关的一首歌 叫做 《好想爱的回来》 那这首歌 也是 讲的可能更接近于 在 在 焦虑的时候的 这种 内心的一种 毛病的状态 那 接下来 我要演唱 这首歌 是 这首歌 这首歌 感谢观看